AO 兩世紀天天的呼吸 大家好 我是Reyo 今天來看伯棍地人對上保加利亞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先來介紹一下藍方選擇的文明是伯棍地人 伯棍地人最大的特色是他的文明特性 可以提前一個時代進行農田跟伐木的升級 所以伯棍地人他的經濟優勢是非常強大的 而且他的這些經濟科技還可以用折扣優惠去升級 伯棍地人他的遊俠、馬舟科技也是半價的 不管你是要去升級耕種技術、輕騎兵、重裝騎士 還有這個遊俠都是半價的 所以伯棍地人的遊俠成型是非常快的 而且他在城堡時代就可以升級重裝騎士的關係 所以打法來說會升級遊俠速度比一般文明再更快 大概快個一分多或快兩分鐘 是非常誇張的一個速度 那伯棍地人他的特色打法還是打這個火槍火炮 有外增傷效果還有遊俠槍兵作為主力 後期看情況也可以是一波轉出革命 進行反擊對手或是直接打個一波 那接下來介紹一下寶加利亞人 寶加利亞人最大的特色是他的銀壘建築物 銀壘建築物是大概350石頭一棟 然後血量是城堡一半左右 傷害值卻跟城堡差不多 所以寶加利亞人可以利用這個特性去控圖 或是去插對方的城堡中心去壓制敵人 會比較適合 因為本身寶加利亞人沒有任何的經濟加成 所以他在對農的情況下很容易農輸對手 好迷害這邊是點下了一擊伐木 OK 文貫地人這邊是打一個正常的升級方式 好我們繼續講寶加利亞人 那寶加利亞人他的後期打法 主要是搭配這個馬凳寶加利亞騎兵 攻擊速度真快非常快 而且是連大弱馬都可以吃的到 那如果他需要用到弓兵的情況 是比較適合打馬攻的 因為寶加利亞人的弓兵是無法升級的 所以節奏上來說的話 寶加利亞人前期 空箭時代弓兵不能出太多 很容易就是到了城堡時代 對方完全沒有壓力 甚至連對方也不想出毛病 來反擊你的弓兵 那你直接出馬就能搞定了 那寶加利亞人呢 他的後期打法是這個馬攻 寶加利亞騎兵大衝車重頭 都是他的主力喔 那他的血液步兵呢 我覺得是有點看情況這樣的 並不是這麼的 很常能當主力的一個單位 好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兩邊會怎麼打 風箭時代吧 那這位黃色玩家 他本來是綠獸 改成黃色 變成我們的知名選手 The Viper 那Viper呢 他這次是玩到了寶加利亞 剛好寶加利亞人最近大家有點想法 因為很多人都說 欸寶加利亞人喔 這個文明是不是有點太弱啦 那我的想法是 寶加利亞人應該要多用他的銀壘優勢喔 去獲得地圖的控制 跟壓制敵人的建築物喔 會更適合一點點喔 畢竟跟他對農是沒有未來的 打法的話 跟Infile的文明是完全不一樣的喔 好寶加利亞人這邊還有個特點喔 就是他的民兵呢 會自動升級喔 每三個時代就會自動升級 但是他只能升級到雙手建兵喔 那這邊呢會自動升級為裝甲步兵 這裡一出門 如果對方沒有偵察到的話 可能會被打出來一個洞來 好看一下這邊 好過來看一下 好文明的人這邊是要打工兵開嗎 有在挖黃金 好升到黃金時代趕快用肉碼 反擊一下村民回去 好裝甲步兵過來 趕快圍一下 好直接高打滴 打財礦人地 看可不可以直接斷個100木 好直接過來挖礦 拿個裝甲過來砍 喔這邊裝甲砍得很兇 還在砍 砍得很開心 就是這樣子一直砍一直砍一直砍 哇這一村很可惜沒有拿下 收了回去 好這時候工兵已經出來了 這裡黃金挖到頭破血流還是得挖 不然這工兵出不來 就沒有辦法壓制這些裝甲步兵了 好 VIPER第一波的裝甲壓制 打完之後轉出了肉碼 開始壓制右邊村民 但槍兵也開始慢慢出來了 不過獵人這邊是打得有點 相對難受啊 好那左邊已經尾死了 應該暫時可以解決被壓制的問題 那這位博恩帝玩家呢 是米亥喔 他的ID改成了FOX戰隊了 那這裡是四隻肉嘛 繼續壓制對手 那寶伽利亞人的兵工廠呢 跟這個工程七支操所 都是科技半價的優惠 所以理應當喔 這個寶伽利亞人 要在封建時代喔 去點下一工一房 去更大可能喔 增加自己的軍事優勢 然後逼對手去點下工房 然後去換取這個 科技上的經濟優勢 好 那家裡呢 是已經有一些工兵過來了 這裡毛兵 繼續補 好 五個人吃果子 這裡有十隻村民 在伐木 單伐木場 然後吃果 三隻工兵 正面這裡騷擾喔 哇 這裡viper 控肉馬 控得很不錯阿 肉馬的數量 雖然都殘血 但都沒有死傷喔 好 三隻工兵抓到時機過來 就是 對著這些村民開始輸出 這邊想要第一時間 先收掉殘血的村民 趕快拉走 有機會嗎 有 最後還是點掉了 這裡關得起來 可以 稍微微一下 但這村可能還是要死 唉唷 躲掉 好 肉馬過來 趕快 呼捧一半 但是這裡有很多殘血的肉馬 好 全部砍死 最後點掉了 一隻肉馬 三隻工兵死去 好 這時候viper點下了一攻 一攻只要75肉阿 超級便宜的 那待會呢 再去補一下這個 一擊馬凱 也很划算喔 待會再點個品種 哇 保加利亞人的封建時代 最強助行程 那這裡是保加利亞打大封建的一個優勢喔 品種跟這個一攻一防 很快就可以點出來了 只有品種會稍微貴一點點而已 好 這裡是點下了一擊的工兵台架 想要來反制一下對方的工兵單位 甚至連一擊射都沒有點 好 這裡村民直接包起來打 想要撤退有機會嗎 兩隻村民可能都要死在了viper的刺頭刀下 好 這裡戳到了一槍 還不錯 好 第二槍也戳到了 這樣viper就有點小虧了 好 但是對手的工兵已經快要到家 viper應該是有意識到 好 既然你家裡沒有兵 那你的兵就是在我家 這個邏輯相當簡單 所以viper已經把這個毛兵一直按 按在家裡 你過來我就投毛 你不過來我就打你家 思路清晰 問題不大 好 這邊毛兵瞬間反擊工兵 工兵全部倒光 哎呀 迷害這邊工兵沒有空好 好 這時候不關地人也被迫點下一級攻 這樣子的話 viper優勢就非常巨大了 他最希望的就是看到對方 封禁時代 多點一些工坊 那自己點工坊的話 優勢就會非常大 畢竟我可以省支援 但是你點科技 必不能省支援 好 那這裡趕快回拉一下 毛兵開始在做效... 不是做效果 做一些操作 好 然後我回拉 出名 三款在那邊伐木 好 下面這兩邊 先攻擊工兵單位 但槍兵戳毛兵其實很痛 因為攻擊速度很快 好 這邊開始插箭塔 viper決定不跟你打農了 既然軍師打不進去 那我就來插塔 而且viper這邊挖石頭 挖的還蠻多的 唉唷 這裡要直接滴掉 好 這裡趕快射肉麻 肉麻血量掉得很快 趕快吸引一下箭矢 後面還有槍兵 不能繼續打 毛兵還在頭毛當中 但是村民好像沒有要倒下 毛兵打得很辛苦 下面的有一隻村民被收掉 viper這邊村民處只剩下40隻村民 完了 但是村民處還是領先 米亥這裡的 好 這裡 剩下殘血的槍兵 看一下左邊這裡 好 最後箭塔剩下殘血的數量 所以要趕快圍 毛兵就去打 拿了滿血村民過來解一下 好 村民走出來 應該稍放棄了 好 這根塔建起來 還是有稍微騷擾到下不穩定人的經濟 不穩定這邊超級爆木 木頭來到了八九百了 這木頭量是有點過多了 好 來吧直接分擦兩根劍塔 欸 但這裡有看到嗎 有 這隻毛兵來了 好 封兵再次過來 好 槍兵要來偷戳 好 封兵要來偷戳 哇 這裡收掉了一隻毛兵 好 這木頭馬已經有升好了一弓 打這個毛兵真的是滿快的 好 左邊這根劍塔要不要取消 有取消到嗎 我們回來看一下這個回放 這根劍塔 好像是被手撕掉的嗎 好像是取消掉的 取消掉的 但是已經蓋到了76%的關係 所以回收的石頭並不多 但至少還是有取消 好 兩邊封兵時代 打到了快要25分鐘 還沒有要上城堡時代的跡象 打一個大封劍 對於VIPER來說是 很少見的做法 大家對於VIPER的印象就是 三農三木 還有這個手推側 二農二木 然後三TC開農 但是他這邊是打一個封劍快弓 好 這裡肉馬 收乾了這些毛兵 好 這裡趕快直接硬劍起來 好 趕快收進去 好 射箭能收到這隻村民嗎 看來是收不掉了 好 但是還是有幾隻村民喔 貼到了這個箭塔的底下 好 這裡要低調 放村民出來打仗阿 好 放村民出來扁 先圍起來 但是這邊有蓋木牆 所以沒有辦法圍 村民還是直接拉走 好 繼續打了 之後是要放棄 不過地人這時候點下城堡時代升級 VIPER這邊是點下輪軸技術 黃金六百多塊 有要打算買肉上去嗎 銅田樹似乎不夠多 好 這裡再用了幾隻 村民去解這根箭塔 好 這裡想要再補一根塔 但VIPER這裡能夠補起來嗎 對方還是有兵力的喔 並不是完全沒兵力的狀態 好 這裡稍微微一下 但是這隻弓箭手有點麻煩 先把弓箭手解決掉 好 這裡微好 但是又打了進來 尷尬了 VIPER這裡你再硬敲下去會爆炸 不能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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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VIPER這波封箭壓制打得有點虧阿 這就是保加利亞人前期的一個問題 跟他對弓不會贏 你打封箭也不一定會贏 只要對方的反思夠好的話 你什麼優勢就都拿不到了 米亥也深知這一點 我只要防守都夠好 你就賺不到任何田頭 好 來看一下VIPER這邊經濟已經輸多少了 經濟現在是已經輸了 大概400經濟 你看這邊經濟還是暫時領先 但村民術來說 既然是VIPER領先喔 因為他這邊還沒生時代的關係 而且還透了一個輪走 欸 透了一個輪走喔 然後生時代 這樣好像沒有虧到哪裡去 好 這邊收村 馬就補下 這裡要準備騎士 好 前騎兵過來 這裡收村 反擊肉馬 肉馬被射掉一隻 第二隻有機會嗎 兩滴血 尷尬 這個馬就有點難蓋 趕快拉毛邊 來解一下 所以會死嗎 好像不會 好 解掉 好 寶貝亞人 這時候點下了品種 波紋蒂這邊開始開TC 要來3TC開種的樣子 好 那 波紋蒂這邊是沒有打算打騎士 而是打輕騎兵路線 好 這邊趕快 挖黃金 好 這邊村民收村 打掉這兩隻輕騎兵 好 MIPER這邊又有大動作 這邊直接補一個銀壘戰家門口 這隻騎士看一下 能不能擋住重裝騎士呢 好 看起來有點困難 殘血的騎士來往回拉 OK MIPER這邊細節就是不錯 好 這時候馬上就補下了二級弓 寶貝亞人這邊點二弓二防 相當的easy 唉唷 最後還是被招翔掉了 好 那這裡也補下了一個修道院 等一下 虔誠科技 這根銀壘有點難蓋啦 裡面還有村民三隻 這裡也沒有辦法很安全的蓋起來 好 再慢慢脫蓋 要能蓋好的話 這個銀壘能做到事情很多 甚至連這兩根劍塔都能拆得掉 好 這裡要不要打下生女 路過 路過砍個三刀 OK 三刀收掉 一隻生女 好 這個銀壘最後是取消掉了 不蓋了 村民直接爆炸 想要撤離 但是沒有被撤離成功 波紋地人 現在村民處有史越來越巨大 右邊有少量騎士 哇靠 這裡又砍了兩村 MIPER這邊就是不停的用騎士 到處去抓對方的村民 好 這裡沒有奔中激素的關係 一直被對方追著打 有點難受 閃血的騎士繼續往回家拉走 勝率還有20% 但波紋地這邊其實是數量更多 有9隻喔 MIPER這邊硬開戰會出事 波紋地人這裡村過來想要插寶 但是沒有石頭 這邊是要來插箭塔嗎 喔 這個是他的喔 OK OK 那有石頭 喔 我以為這是MIPER的地基啊 唉呀 這個是波紋地人 這麼早就決定地基的位置 對啊 應該是要看到這前方之後 再決定插哪 就好 鹹魚插一個 好 這邊直接殺到城鎮中心 MIPER這波能擋下來嗎 這波擋不下來可能就要倒了 好 馬上反插一根銀雷 趕快反制 直接拆在你臉上 左邊的銀雷 防守好 沒有動 騎士想要反打 但城鎮中心也是全部收穿 好 但兩根銀雷好像是差不多 時間蓋好 哇 那MIPER這邊銀雷可能就要打輸了 因為銀雷是射不過城鎮的 而且城鎮也可以產出自爆兵喔 去做反制喔 所以這個銀雷蓋好 可能效果也並不是非常巨大 好 炸藥桶 來炸一下 記得好像只要五個炸藥桶 就可以炸掉一個銀雷了 好 再把被射到田給低掉 好 後方村民在搞事了 開始補馬就直接把騎士纏在你家 野馬就這一招確實厲害了 這個在其他的RTS遊戲 例如星海爭霸很常見喔 野軍銀 但世界帝國中就很少會出現這種 只要是村民移動速度太慢 很容易被發現 好 僧侶要招翔到了 這個要趕快滴掉喔 好啦 沒有滴 變成對手的了 好 這裡 右邊是有打贏的 現在VIPER已經來到了最緊繃狀態 OK 栽一個自爆兵 就可以拿下 反正這邊是打算用手撕銀雷嗎 那馬上清裝兵打銀雷 只有8滴血的傷害 所以 怎麼打都是1滴阿 這個要打得有點久 尷尬了尷尬了 大概6點左右 慢慢磨 這隻村民把自己圍起來 保護一下 VIPER這邊騎士開始出來了 開始爆一些騎士 現在是單TC 打3TC阿 VIPER打寶箭獵人 看來沒有開農的話 優勢還是沒有那麼的大 甚至可以說是優勢幾乎是沒有狀態 好 這邊生女又再次遭上到了一隻騎士 好 但右邊這隻騎士也是砍得很開心 哇 這邊砍了非常多村民 VIPER這邊村民宿有稍微拉近一些些 還在砍 這裡保加利亞騎兵都在家門口 這裡本來想要蓋一根城堡 VIPER直接蓋了一個銀雷 反制對方回去 這裡蓋寶失敗 要回來 趕快收村 保加利亞騎兵過來解一下銀雷 但是加利已經到處都是騎士在鬧 怎麼辦 趕快按一些騎士守加利吧 現在伯恩帝人村民宿被圖到了45村 VIPER這一波反擊相當巨大 村民宿拉近了 只剩下67村對上60村 VIPER這一波打到非常多東西了 如果沒有打到可能就要投降了 但這一波又給VIPER人重新攔起了希望 好 這邊砍到只剩下65村 太狠了 VIPER這邊就是一直砍 一直爽 右邊補了一個城鎮中心 開始要來轉農了 打出經濟優勢之後 就是要轉農 OK 都已經損失這麼多騎士了 不趕快去補騎兵嗎 騎士還是要補 但是不開農的話更沒有未來 那這邊防守的話還是要多用森鋁喔 所以這邊森鋁要多按一些 防守用森鋁 這邊是要滴木牆怎麼滴到村民呢 來一會兒自己砍一村阿 按太快了 手速太快的時候有時候會這樣子 像我打油木的時候 那個TC一開始的地擊進到一半 也會按到Delete 然後地擊就沒了 也是也會有這種情況出現 好 那VIPER這邊是拉了一隻生鋁 欸 這隻騎士 扛得住嗎 可以喔 OK 這邊兩隻馬上清中兵 還在那邊耍關刀 後方還是有更多騎士在繼續騷擾 VIPER的村民處終於反超了迷害 64村對上68村 這一波強軍師打得非常漂亮 這邊快招 至低掉了馬上清中兵 家裡的馬上清中兵的問題快要減光了 這裡再繼續招降 好這裡又有騎士出來了 那米漢應該是有看到上面這個馬舊 但是沒有時間可以去理 好 4TC開弄的VIPER 準備要跟他打個D後 好 趕快招降 又找到了一隻 VIPER利用自己的生鋁 打出優勢來了 讓對方的防守成本變高 進攻成本也要變得更高一點點 好 好 這邊生鋁低調 應該是被射掉了 好 這裡 冬天沒有在傻 沒有在採了 現在補個地人 快轉出開弄 那家裡要補城堡嗎 這裡要不要補一根堡呢 還是有什麼想法在 好 這一隻騎士又在砍村民了 好煩 到處都有騎士 米漢應該就是很奇怪 咦 怎麼那麼多騎士 可以砍我家的村民 上方還有一隻騎士 還在砍 米漢對手也在進攻 但是打到東西不多 這裡一根劍塔 讓村民收進去 這裡有非常長多的村民 全部收進去 還有十隻村民 沒有地方可以逃 米漢終於抓到VIPER的村民 這一波可以死傷非常多 再來這邊是一個多線操作 到處都有把衝青龍兵 這裡甚至插了一根城堡 銀淚插下去 也沒有辦法反擊城堡回去 我們敵人這一波反擊打得很好 但是VIPER這邊打得更好 這邊又有更多騎士 抓到米漢的村民 當我們這邊從頭到尾都在打架 城堡時代 打了快要五十分鐘 真實打架場 就是這樣子 一直打架一直爽 好 那馬上青龍兵這邊兩刀 OK 搞定 這邊村民術也變少了一點 五十七對八十二 好 這邊騎士再次集結 五隻騎士 這裡受不了 躲了一根城堡在自家門口 左邊馬上青龍兵 要從左邊開始往下繞了嗎 但是這邊好像有所防備喔 勝率已經拉了過來 好 果然有看到 會遭翔 哇 這邊多線進攻 從來沒有停止啊 右邊有個小小的打鬥 寶加利亞騎兵終於轉出來了 那寶加利亞騎兵這個單位喔 非常高傷害喔 一開始的傷害就是十二點傷害喔 加上兩點的傷害值喔 總共是十四點傷害喔 跟重裝騎士傷害是一樣的 所以寶加利亞人打 我們的地人喔 就要打出優勢來 還是要打這個寶加利亞騎兵喔 會更好一點 好 這裡寶加利亞騎兵 要去追左邊這些村民嗎 這些村民沒有地方跑 選擇跑向荒野 但這裡能夠追得到嗎 欸 總不追了 打算不追 放棄追這些村民 好 那米亥這邊打法 還是走馬上輕裝兵 沒有轉兵喔 那 Viper則是轉出了寶加利亞騎兵 那上方這個馬就 偶爾還是可以暗之騎士喔 出來砍村民 好 現在僧侶就放在這個位置 相當OK 還有醜兵這個位置就可以了 這兩邊都各放一個僧侶喔 這種戰時不會被騷擾得這麼嚴重 除非數量真的太多了 好 Viper點下來輕騎兵的升級 現在村民數是75村 打上111村 Viper的村民數越來越多 哇 結果自己村民第一時間被擊殺掉了 好 左邊這邊村民打 跑到最左邊 然後開下了伐木場 好 這裡又開一個TC 5TC繼續農 好 這裡看看幾刀 好 收村 好 收掉了非常多的村民 63村對上116 現在的Viper有點像是以前的Hera 一直想要去騎士偷村民 打強軍事 Viper也在持續進化 好 這裡有大量馬上起重兵打正面 這個正面打下去好像有打贏 好 這裡一個收村 加利 越來越難守了 保加利亞騎兵要趕快按一些數量起來 哇 但是對方的馬上輕鬆兵 遞刀真的太痛了 打保加利亞騎兵速度真是有夠快 好 但上方這裡又有輕騎兵 又在砍了 好煩 家裡這個馬舅做了很多事情 這個馬舅一定要趕快想辦法解決 看要把他圍死啊 或是要出兵把他壓制 或是直接蓋一根城堡在那邊 就是可以考慮一下 但是米漢沒有打算要care那根馬舅 好 直接插寶 控住這個城鎮中心 好 馬舅這邊買賣一波 是要點帝王時代嗎 還是要全部產出 跑加利亞騎兵的 哇 這邊村民很多都被衝撞了 這邊十張殘兆 左邊的也是 但馬舅這邊不甘失落 拉了一些新騎兵 到米亥家裡繞一下 這邊還有騎士 家裡直接不管 我收村 但是丟給你砍 好 這裡又蓋了一根銀淚 但是銀淚終究還是 沒有蓋銀對手城堡的樣子 好 兩邊的村民處死傷 來到了家總 一百八十村有了 雖然米亥村民處死了一百二十四村 VIPER死了六十村 村民差距也是來到了快要一倍 七十四村對上一百一十六村 好 這裡拉了一隻保加利亞騎兵過來防守 好 這手保加利亞人 VIPER殿下人步兵鎧甲 想要提升一下下馬版的保加利亞騎兵 喪屍騎兵真的是很難受 好 馬上去中兵 這裡又一隻在這邊偷打 左邊再補了一個TC VIPER這邊兩邊都在城堡時代 沒有人可以安心上帝王阿 好 家裡還是慢慢穩定的起來 在米亥這邊呢 這個城堡中心還在持續的產村民跟收村喔 讓這個城堡中心其實沒有辦法很好的運轉 實質上只有這兩個TC 運轉是比較順利的情況 所以米亥在實質上是雙TC在能 對上VIPER的5TC 甚至現在是6TC 好 這裡有一隻輕騎兵 偷打一下 好 騎士這邊集結 準備要繼續出門 騷擾 沒有要上帝王時代 好 左邊也開了一個城鎮中心 米亥趕快拉騎士過來處理一下 這邊拖蛙野礦村民 好啦 結果一隻都沒打到 看來這裡是想要手撕這個城鎮中心的 看麥可有拉騎士過來救一下 先看村民如何 OK 先看村民 好 家裡又開始四處騷擾 這裡開始轉出衝車 欸 米亥沒有想要上帝王時代了 跟你城堡打到底 好 這裡有更多的保駕利亞使兵 開始往前 好 抓到前方的伐木宮 這裡村民食傷越來越多了 81村對上米亥跨150村了 一把50村戰術再次拿出來使用 競技非常優秀 好 右邊的城堡開始被沖車攻城了 LIP的沖車 好 波哥獵人這時候點下了彈道學 還想要繼續夾 但是保駕利亞使兵真的好煩 好 這邊補了一根堡 好 右邊後方的踩實況的村民也被保駕利亞使兵給收掉 好 這邊這根城堡應該是守不住了 波哥獵人在左右兩邊的騷擾 都是獲得了極大的效果 好 這裡村民終於要被抓掉了嗎 現在米亥的村民術只剩下66村 對上Viper160村 村民差距來到了快要100村啊 強軍式轉龍 這個白河這個打法 很少見 但是轉龍是一定要的 好 萊合這邊已經打出自己的優勢來 現在上地龍時代 可能就可以讓對方帝王勸退了 右下角這邊的分數也來到了差距快要3000分 好 這裡點下了步兵鎧匠 好 增加一下保加利亞騎兵 下馬板雷凍速度也不錯 或者是打給上帝王勢帶 直接鬼轉一波協議雙手劍兵 好 這裡沖車數量很多 來到了拉臺 那白河這邊是點下的帝王時代 那保加利亞騎兵這個數量能夠守住嗎 喔 這裡有點在送喔 衝車趕快往後催 好 盤牙上方 這裡又有清騎兵在騷擾 左邊這個TC應該能守住 這裡直接再壓一個城鎮中心 好 但蓋一個房子 哇靠這個反應 我的天 太搞了吧 Viper 好 最後還是國下雷一個城鎮中心 天啊 在這邊打來打去的情況下 他還可以在這邊突然蓋個房子 阻止這房子來蓋TC 好 這邊TC硬蓋 但是保加利亞騎兵過來 好 又抓到幾隻村民 米孩這邊出名數一直很難穩定上升 白朋友這邊出名數稍微下降了一點點 但是帝王時代已經快要升級上去了 好 這裡終於要補一根城堡要應對了嗎 你想通了是不是 一個馬就換一根城堡 好像不虧 白朋友這邊真的是 把對方給逼瘋了 蓋城堡其實是蠻虧的 但自己真的處理不了 就只能插寶 要是趕快出工程區去拆除 這個 違建 白朋友這邊是轉出了更多的馬就 但是米孩已經打出了GG 我們恭喜Sviper拿下比賽的勝利 好 看一下統計資料 經濟部分Sviper拿到2萬2的資源勝利 究竟是來到1.18的KD 好啦 那麼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請訂閱